大家好,欢迎来到淘金农场。下面我为大家演示农场的注册及操作流程。 我们可以通过官方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推广二维码、推广链接、下载APP,进入到我们的农场页面。 首先,我们进入注册页面,输入真实有效的手机号码,以便收取验证码。 输入想设定的密码,确认密码、推荐码是你推荐人的ID号。 只有填写真实有效的推荐码,才能领取游戏大礼包。 图片验证码,如果看不清楚,点击验证码,自动更换。 输入手机,收到的六位数的验证码,点击注册。 选择你喜欢的头像,为自己设定你在农场的昵称。 点击确定,然后进去农场。 首先,你会看到一个引导页面,每一个选项都有备注说明。 点击完成每一个引导。 点击每日签到,能随机获得游戏道具。 点击领取大礼包。 领取大礼包以后,学生级四级并且实名认证的玩家才能交易果实。 不领取礼包的玩家,在一级实名就可以交易。 没有限制。 点击播种。 会提示你种植成功。 每次播种为100颗种子。 点击我的家园、仓库。 查看大礼包内容。 下面,我们来看一下游戏界面。 点击排行榜。 点击对面的房屋,可以看到对方的农场情况。 查找好友,输入好友ID号。 点击查找,可以看到好友农场等级和财富。 也可以去到他的农场参观。 下面,我们再来看看农场里的神像。 每一个神像有特定功能。 长按就会弹出神像对应功能。 现在给大家说说怎么开土地。 点击房子,进入到建设中心。 首先查看升级房屋所需的材料是什么。 从一级到二级需要一块木材,100个钻石。 那么木材怎么得到呢? 我们现在点击离开,来到我的家园兑换中心。 材料,看看换取一块木材需要什么果实。 如果你果实数量足够的话,就点击兑换,数量为1。 这样就成功兑换一块木板。 如果没有果实和钻石怎么办? 我们回到游戏页面,点击商店,点击进入果园。 点击金币充值,输入你想要充值的金额。 可以选择以下多种方式充值。 默认为微信充值,点击确认充值,打开你的微信,扫描二维码充值,完成充值。 充值成功以后,点击果园首页右上角用户中心,可用金币就是你充值的人民币。 亿金币等于亿元人民币。 点击进入农场,现在来看看购买赠实。 点击游戏页面充值。 根据下面的数据,点击你要购买的数量。 我们再点击房屋。 房屋升级。 查看我们需要的材料。 点击兑换中心。 查看兑换材料所需的果实。 现在我们去果园购买果实。 点击实时行情。 点击你所需要购买的果实。 买入价格,默认当前最理想价格。 输入购买数量。 数量必须是整百。 点击现价购买。 买入成功。 我们再去买其他果实。 购买操作方法都一样。 返回用户中心。 点击进入农场。 点击兑换中心。 点击兑换木板。 在首页上方会显示你拥有的道具和钻石。 点击房屋。 点击升级。 页面会显示升级成功。 这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土地从刚开始的一块变成了两块。 每升级一块土地的操作方式都是一样。 下面我们来讲讲如何升级土地。 我们还是先点击房屋。 点击土地升级。 我们现在将普通土地升级为更高级的红土地。 先查看升级需要什么材料。 果实不够的可以去购买。 和刚才一样的买入方式。 果实和钻石数量够了以后, 点击升级土地。 页面显示升级成功。 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土地颜色变了。 升级黑土地、金土地也是一样。 但是金土地需要六级才能开阔。 所有土地升级需要按顺序一次升级, 不能跳级哦。 那么当你把赠送的种子用完以后, 怎么购买种子呢? 在商店里面购买, 点击充值页面。 先购买钻石。 钻石购买成功以后, 点击商店, 购买种子。 购买成功以后, 点击仓库、 道具, 查看你购买的种子。 我们来看看游戏中的道具。 点击商城, 道具。 所有的游戏道具都可以在这里购买, 但是你要保证你有钻石哦。 兑换中心, 材料兑换, 神像兑换, 买五个宝石兑换一个相应的神像。 背景这里可以根据个人喜好, 为自己的农场更换背景。 每更换一次, 都需要花费相应果实和钻石。 再点开日志功能, 可以查看你的购买记录和收获记录。 点击头像。 这里是一个简单的用户信息。 可以查看自己的ID号、 等级以及财富。 点击我的家园。 第二天, 当我们进入农场, 点击每日签到, 收获已经成熟的果实。 点击鼠标铲除。 点击播种。 点击我们家园、仓库, 查看自己收获的果实。